这件它其实就是手绣蓬蓬 我穿了厚毛衣 它还是套得下 它也没有什么纽扣 所以当成罩衫就好了 这个外套就是这样子 我讲的 你要加毛衣加帽地都很好看 粉色就是比较耐看的一个颜色 粉粉的 还有一个颜色就是杏色 最好搭的颜色 这个外套在海外 我觉得毕竟它是毛衣 你一定要在冷气房 在外面我觉得会热 太热了 好你看这颜色 米杏色超美的 这个米杏色我还蛮大推的 我们家这一款是非常保暖 那它粗针枝我整个穿下去 我里面是穿一个薄针枝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是修修的 它就是没有扣子的 家里有好看的别针啊 你也可以把它别抢 它有小飞鼠的感觉 我最喜欢这种索袖蓬蓬 慵懒慵懒的罩衫 然后呢长度啊大小啊 我觉得都很适合大家 然后它其实最厉害 最好看的还是 粗针枝 没话说 就是这个针枝好看 为什么我会推荐黑色 是因为黑色真的跟每个颜色都可以搭 它就是那种基底色 不管你有什么颜色的上衣 大学T 或者是比较素的针枝衫 或者是衬衫 其实黑色绝对是每个颜色百搭 现在它的长度也是刚好可以盖到屁股 大腿这边 侧边两侧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真的是必买 相信 我们 我们 好看 我们 再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